想點另外一塊就是更讓柯文哲覺得就是需要騷頭這個 頭頂都在燒的要請我們的說議員好好幫我們來講的就是 林鄭浩爆了一個料啦 他說在2020年的3月10號 當時呢這個金華城案有一個day zero的神秘會議 這個會結束後7天金華城的陳情信就來了 在信收到的後兩天 柯市長辦公室就用市民陳情的案件 來交下這個毒發局來辦理 那當天他特別要爆料的是有出席一個位高權重 然後呢跟北市政商關係良好 如果這個女生的他是這起事件的牽線人 如果柯文哲被起訴圖利罪 那他會不會也有圖利罪的嫌疑呢 這才是本案未來關注的重點 然後我們就仔細看了一下3月10號的出席名單 大概就是有法務局有主計處 還有印曉威議員 另外一個就是黃珊珊 到底神秘會議的被指出來的 他又是誰呢 首先我先說我不是很確定說 李正浩講的神秘會議是不是這場便當會 但是回過頭來講 3月10號這一場便當會 確實我們議會一開始 都不知道有這一場便當會 如果大家回到 把時間條回到5月6月7月那個時候 我們的所知都只鎖到 3月19號 市長交辦單這件事情 確認說這件事情是市長交辦的 那個時候是 我記得是減舒培議員 第一個揭露這件事情 好了等到 5月1號我們專案小組開始開會 大概開到第1次第2次的時候 我在追說那一場交辦單 那一封信 到底是清送 還是寄來 還是寄給柯文哲 總是有一個緣由嘛 不會說 信來然後柯文哲就交辦 尤其是這麼大的一個案子的時候 莫名其妙然後 這個都發局的官員才說 報告主席我們又找到一個 會議紀錄了 所以我們才發現說還有3月10號的這一次的會議紀錄 所以你說他不神秘 他不神秘 你說他神秘他也神秘 因為飛飛揚揚吵了兩三個月 從來都沒有浮現過這一個東西 直到我們開始調查 開始質問 說為什麼會突然 有這個交辦單 信是怎麼來的 是誰清遲來的 交給了誰 還是說 他是郵寄來的 因為我以前是公務員而且我以前是市長氏嘛 這兩者是差很多的 親自拿來 交給了誰 跟他只是郵寄來的 程度差很多嘛 那他們又拿不出郵寄的信封來 所以後來才跑出來說 原來 這個信根本不是天馬行空來的 而是3月10號的時候 是經由市長指示交代說 業者說 你要先給我一個東西 我才有一個理由幫你辦 所以3月10號 柯市長在裡面的財事是說 請業者提供我資料 我會讓都發局交給 都委會去辦 所以3月17號的時候 業者的資料就來了 然後19號 這個機要組 就以市長的章 把他 交辦下去 給都發局去做後續的處理 那4月 我記得是4月6號吧 都發局的公文就簽上來 還在公文上面 特別加註三個字 叫做 縫交相 就是縫上面指示交下來的辦理 知道 都發局要撇清責任 為什麼都發局撇清這個責任 因為都發局才在2月24的時候 上過一個公文說 我們不接受金華城的訴求 我們不跟他和解 因為如果我們接受他的訴求 我們就有圖利的問題 所以 都發局要解釋自己為什麼 才說我們不接受 可是又要 4月份又要把他 提都委會大會 去討論同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提會的理由就是 奉交下 這個是上面交辦下的 沒有其他的理由 唯一的理由就是奉交下 大家知道 提都委會叫做大會 提都委會大會去討論的案子 都是 都發局已經經過幕僚 審議 評估過 在法治可行 在行政可行 匯過相關單位 OK 前面的作業都OK了以後 最後的審議工作才會送到 都委會 大會去做共事決的討論 所以都委會都被稱為大會 所以這個案子你前面 都沒有經過討論 唯一交到大會的理由 叫做奉交下 也就是 市長說 給我送到大會去討論 這不叫對個案指示 什麼叫對個案指示 更荒謬的是 同一個案子 內容一模一樣的訴求 其實早在107年的時候 也還是柯文哲當市長 否決過了 同樣是都委會否決過 所以 金華城才會告都發局 因為我否決你 所以金華城就來告我 這是 金華城常用的 方式 紅瓶否決他就去監察院告 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一開始否決他也去告 行政法院告 所以同一個案子 都委會已經否決過了 你柯市長 憑什麼要 他不是說 就是都委會的共事決 我都尊重都委會 都委會是大會 獨立的大會 那都委會已經告訴你說 我否決過他啦 107年就否決啦 你怎麼可以再把手伸進去說 我不管不管你再給我審一次 所以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狀況 第一個荒謬是 107年都委會已經否決了 你作為一個市長 而且你是同一任的市長 你等於打自己的臉 打你都委會的臉書 我不管同樣的事情 再給我一次審議 不同事情也就算了 有新市政還可以再處理 同一個事情 第二個是 你的都發局 才剛剛剛剛 上個公文跟你講說 我不接受金華城的訴求 我不跟他和解 因為我們行政法院 已經要贏了 贏了這次贏就是定驗了 就已經確定了 我為什麼還要 再去 在這個時候 再棄手交到都委會去處理 因為都委會的成績 是比都發局更高的 你等於是把 一直反對的都發局 踢到一邊 我不要給你處理了啦 你一直反對 踢到都委會去處理 所以 柯文哲的處理叫做 非常規的處理 非常規的處理 那 第三個不合常理的是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蔡碧如 突然天馬行空的 去說 黃珊珊跟金華城的關係 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情 柯文哲第一任的四年 蔡碧如是什麼角色 他叫做 市長市主任 叫做柯文哲的血滴子 柯文哲的所有的 案子的執行 都是 蔡碧如去 執行的 去貫徹的 所以蔡碧如在市政府 還有非常多的 你說眼線也好 朋友也好 交集也好 那個時候 才 從 2020年到2021年 蔡碧如還是民眾黨的核心 他才剛被 柯文哲派去 立法院當部分區立委 所以他跟柯市府之間的關係 還是很緊密的 非常緊密 柯文哲有什麼法案 要他在立法院聲援 他就會在立法院聲援 所以蔡碧如不會完全不知道 市政府的事情 本來黃珊珊我們都認為 他要為政治獻金的問題來負責 為什麼蔡碧如會在政論節目上 天馬行空的跑出一個 你黃珊珊為什麼不用為金華城 都在金華城上 都沒有公文 都沒有蓋章 你是不是因為你懂法律在規避 我跟他說一下 碧如姐不是無地放死啦 不是無地放死 他怎麼不說你台治光 他怎麼不說你北四科 他為什麼沾止金華城呢 我後來有去思考這個問題 大家記得 柯文哲的回應是什麼嗎 柯文哲說 這個我們副市長都有分工不同的局處 黃珊珊又不是督導公務單位的 他又不是督發局的督導副市長 所以他不會參與金華城的案子 金華城是彭正森的 柯文哲又把彭正森再推下去一次 其實後來記者來問我第一時間的時候 我就回答說 對啦柯市長這個講的是沒有錯 不同副市長有不同督導的範圍 黃珊珊本來就不該在金華城 任何的 案子或會議中出現 直到 3月10號這件事就被提起來以後 我再去認真的看一下出席的人 不對啊 3月10號這一次的這個 我昨天就看了一下 有黃珊珊沒彭正森 你說應該要負責的那一位 彭正森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有黃珊珊沒有彭正森 我就覺得很奇怪啦 而且 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在2月中的時候 金華城業者 陳情仁有 來 市政府吧應該是市政府公文沒寫那麼清楚 只是說來拜會 彭副市長跟黃錦茂局長 這一段外界不知道 其實在拜會科文者之前2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來市政府拜會過 彭副市長跟黃錦茂局長 但顯然這兩位都沒有理金華城 為什麼 因為沒有後續處理 也沒有交辦 也沒有會議紀錄也沒有處理 什麼事都沒有做 所以 這個 相關居住單位沒有收到任何相關的指示 也沒有任何奉交相 所以 3月份 副市長不行來找市長 可以了 不管你是透過議員或不是透過議員 透過誰不重要 重要是你這個市長要不要做啊 如果議員去跟你講違建 去跟你講 包庇 黃錦茂 難道 市長決定包庇了 那犯罪的是誰 是市長 你市長才是有行政權的人 所以你現在推給議員幹什麼呢 決定去做的 義務反顧幹到底的是柯文哲嘛 而且 都發局才剛跟你講說 我們要跟他訴訟打到底 就算議員來跟你講 柯文哲 你應該跟議員回說 不好意思啦 議員啦 我們現在正在打官司啦 6月訴訟結果就出來了 不然等一下啦 訴訟結果出來以後 我們再看法院怎麼判嘛 是不是要這樣子講 依法行政嘛 你人家正在告你嘛 但柯文哲有阿沙利喔 你東西送來 我叫都發局給你送到都委會去處理 同樣的便當會我也參加過啊 我後來就不參加了 為什麼 沒路營啊 有時候會講就沒路營啊 對不對 我只是講什麼 那個敬勞卡 長輩都用不完啊 長輩哪有的 每天在那邊搭捷運搭公車的 我說長輩可不可以用在支付 掛號費上面 長輩常常需要去醫院看門診嘛 可不可以用在掛號費上面嘛 他不同意啊 4年他都不同意啊 現場就跟我講說 不可能啦 易小薇今天在這個 平面媒體問他的時候 他說那個便當會 他確實是一個例行的便當會 他說可是柯文哲在聽的時候 就是把那個便當吃完自己就走了 對啊 所以 小微議員有講啊 30分鐘6個議題啊 所以代表柯市長對這個議題早就知道了 我們的便當會是怎麼樣 市長會先請府會聯絡人來問議員說 哎議員啊 你請問你要問哪一些議題 討論哪一些議題 我們會先講我們要討論哪一些議題 甚至會先把 這個我們要討論議題的大概內容給市府 那市府會 市長會先要求局勢單位把議員的 議題先準備好 答案跟立場給他 他才可以答覆嘛 因為 市長也不是了解所有議題嘛 好啦那金華城這個議題 都發覺態度是很清楚的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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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 等到市長一看到 就變成說yes yes yes 那你這個到底怪誰呢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重點不是誰跟你成情好不好 誰跟你成情都一樣 不可以做就是不可以做 黃成果跟你成情 他的那個新亮點違建 難道你就可以做嗎 一樣不可以嘛 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可以做嘛 那個照什麼佑的跟你成情 照介佑 對照介佑跟你成情 難道你就可以做嗎 不可以嘛 所以今天你不要說誰跟你成情 是你要做不做 那我跟你成情的事情也可以做啊 進老卡 可不可以做 長輩門診 可以嘛那你為什麼不做呢 所以 我覺得 當一個市長 不要像蔡壁如說的渣男 做了以後不負責任嘛 這是一個 好那我剛剛回到說 107年108年 你都拒絕的事情 同樣是金華城 同樣一個訴求 12萬平方公尺的樓地板面積 同樣的柯文哲 那你為什麼109年同意 第一任的時候 你為什麼109年同意 你的耳邊 你的身邊是不是換人了 對 是不是換人了 是不是你的耳邊有人跟你說 吹風了 不一樣的人了 然後跟你吹風說 市長這個案子 其實怎樣怎樣 因為 是陳志涵告訴我們 柯文哲是個耳根子很軟的人嘛 容易被馬英九騙嘛 對不對 也是他們民眾黨跟柯文哲告訴我們 柯文哲是人不明嘛 容易被騙你不會看人嘛 耳朵不好眼睛也不好嘛 所以是不是柯文哲那時候用錯人 聽錯話了 耳根子軟 所以就給了呢 市長不會給 議員這麼大的面子啦 百億容積呢 老子沒有拿到好處 為什麼要給你好處 對不對 這不空欸才會做的事情嗎 又不是同黨的議員 同黨也就算了 更別說金華城 這跟市府交手10年 經歷過兩個市長 你如果說是印小微議員的陳情 他跟郝龍斌還是同黨的咧 郝龍斌不敢做不願意做不爽做的事情 你柯文哲都做了 一無反顧幹一次 你現在推到 小微議員身上 大家有看過小微議員問政吧 輕聲細語 是假 他又不是像我胸巴巴的 非逼著你答應不可 對不對 還是說輕聲細語你就答應 像我這種胸巴巴你就不答應 回去改一下 那我回去改一下 對回去改一下 不是嘛 小微議員的個性就是這樣 我只是建議喔 就這樣嘛 那你柯文哲不要拿小微議員來當擋箭牌來當遮羞部嘛 對不對 我覺得太沒有擔當了啦 今天如果小微議員 是議長是副議長你還說 他這個 權力有一點大我柯文哲要賣他面子 小微議員就是在野黨 一個很溫和的議員 對不對 大家有看過我質詢嗎 去看一下 議長 市長 就這樣子而已啊 那我下次也知道跟柯文哲講話要這樣了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喔 柯文哲一直嗆說要我們公開資料 我告訴大家同樣一份資料他通通都有 為什麼因為他們民眾黨代我們專案小組有成員 而且 黃珊珊 請問一下金華城的案子 柯文哲不是跟黃 說跟黃珊珊沒有關係嗎 我們也認為沒有關係 但是為什麼 在立法院在審 國會改革法案 前方打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連黃國昌都在前方打架的時候 黃珊珊被拍到 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好整以暇的 不是在看國會改革的法案 不是在看如何跟民進黨唇槍舌劍 黃珊珊也是法律系的也很會講話 他在看金華城的案子 媒體拍到跟我講的 我說這在假的 不是說金華城案子跟他沒關嗎 那他看什麼金華城案子 你有什麼關係 你緊張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很多事情 蛛絲馬跡牽了起來 我不知道 李正浩的Liro Day 神秘會議是什麼 或者是便當會前 柯文哲有沒有開過什麼會前會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裡面的神秘女子是誰 這一場便當會 不是柯文哲的遮羞部 或者是擋箭牌 歷史哥請教一下 就是 這幾起事件 尤其像柯文哲 今天有嗆聲說OK啊 你要講便當會 那他就直接把名字講出來 說是印小薇的便當會 只是李正浩馬上在揮集嘛 說不要推給印小薇啦 哪一個議員可以去 喬100億的利益 那參與會議的 他就直接把 那個原本他影射的女生 他直接名字講出來 就叫 黃珊珊了 不過亮哥其實也特別提醒了 金華城案有兩大麻煩 那這兩大麻煩 分別就是他其實要講到的是 圖利罪的定義是 你明知道 那你還做 其實就構成了 而另外呢 如果被查到哪些集團 就那三大案 有沒有任何集團 有捐政治獻金給他的話 那也完蛋了 現在真的是 這個 目可你不可的一個延伸版 就是 就是每天都批判 這個藍綠有沒有 藍綠吃相難看 就自己的吃相是怎樣 真的很好看嘛 好這先講幾個 第一個我要先譴責視差貓 目可你不可是 董哥的金句 我把它寫在我臉書上 他們 民進黨的那些 側翼跑到我臉書下說 哇謝謝你們幫我們想梗 我要特別助記是董哥講的 結果他做那個T恤 有沒有分董哥權利授權金 人家 柯文哲用了目可的東西 都知道要付300 對不對授權費了 柯文哲對目可都付授權費 你視差嗎 付董哥一下授權費 先譴責一下 第二個我們回顧來講 亮哥這個懷疑啊 那天我又要亮哥 其實我們也在聊這件事情 簡單來講是這樣子 目前來說 剛才 這個蘇維杰把整個 這個解釋得很清楚 因為有諸多不合理之處 對沒錯 其實 整個柯文哲按到現在 就是用常理你抓破頭也想不破 那我告訴大家 常理抓破頭也想不破 就必但有按盤 四處反常必有妖 所以按盤在哪裡 這就是檢調現在查閱的重點 我剛才趁著大家在 分析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查 威京集團 因為威京集團旗下 有數百家N百家 我們根本查不完 的各種小公司 他真的他就很會用這種 複雜控股 這也是 這個威京老闆 這個沈慶晶 沈老闆 他從以前到現在 崛起的其中一個 訣竅嘛 他自己在書裡面 他都有講到 一些這種秘訣 好 那重點呢就是 這些我當然過濾了 大概有30個人吧 然後再加上各個企業 我查了半天都查不到 代表說 很乾淨 就至少明面上來很乾淨 這就是檢調現在要做這個事情 就如何去勾經理 首先我先講 我不會直接說 今天柯文哲有沒有圖利 因為他疑似 但是這要檢調來認定 這要法官來判 我們都知道嘛 這個 這個判決之前嘛 我們要無罪推定 可是檢察官現在在做什麼工作 為什麼他去抄木殼呢 這才是 整個 最危險的地方 就像剛剛講的 政治獻金 是 罰錢 行政法 其實他根本沒辦法抄 他真的抄木殼 原因是因為你 有犯到刑法裡面的 就是 這個 衛造文書嘛 或者致死公務人員登載不死 OK 所以這塊他借這塊去抄 確實檢調是個東廠的行徑 監察官是個東廠行徑 沒有錯 可是因為你生病了嘛 我就說 你破壞又在第二章章 你我死不死 就 你現在呢 給了他一個破口 他把 端木正那邊所有的賬都抄去 那端木正做一個會計 是一定有 抵稿吧 那這些會計抵稿我們有看到 後來他們有開記者會 代表抵稿還在 對 黨部 也就是說 他現在只要副本抠到就好 這些副本裡面他只要找到一筆 有關於來自微經集團的線索的錢 他就可以給你勾擊喔 那他就可以對你柯文哲進行 深壓或者起訴的部分 原因很簡單 柯文哲你一直說你 錢沒有進入口袋嗎 你公開說你土利啊 你後來又改口 可是法仲出貢嘛 你講出土利我認為是真的啊 你後來否認是因為你怕犯法啊 那好 那現在有這一筆你解不解釋 那柯文哲一定說 我沒有關係啊 他要抖內給我怎麼樣 就像那個台志光 陳崇文 是台志光後來抖內給陳崇文去選舉嘛 那陳崇文就被抓去關了嘛 關到 說他禁見到現在嘛 都一審都要開 要開檢他還在被收押嘛 所以 這樣他只要勾擊 那他可以去申請 這個法院 要不要激壓他 就算法院不激壓他 那是不是就起訴了 所以 今天的政治危機 我們等一下講法律危機 政治危機反而是在這件事情上 為什麼因為根據民眾黨的黨章 如果起訴的話是要停權的嘛 黨主席被停權的話 那柯文哲瞬間失去 黨主席的位置啊 這個才是現在民眾黨 最大的一個政治危機啊 更別說假設一審真的給你判罪 因為好 我們這麼解釋很簡單 危機集團在這件事情上有沒有獲得巨大利益 有 數百億的利益 好 數十億到數百億利益 我們就不要講那麼大 就算數十億是非常可怕的 OK 那我發現你有一筆來自於可能是危機集團的錢 你拒不承認然後相關當事人都否認 就是一個正常政治現金 我檢察官可以用我的 新政財良權我認定 你是拒不吐實 只是你們滅正滅得很好 所以我不知道 但我認為你有彼此的一個對價的關係 好 那這只是我查到這一筆 我有沒有其他沒查到的 我可不可以這樣想 可以因為 講白了我再說一次 現在檢察官就是東廠 他可以東廠你啊 你懂嗎 他東廠你之後呢 然後他送到一審 那現在大法官 事先案都搞成這樣了 各塊下面的中法官小法官 那至少 想升官的法官 哪個法官 自然而然就知道 該怎麼做 所以現在對柯文哲 確實是政治危機 加司法危機的 雙重夾殺 這是柯文哲目前 最大的難關 但這些都只是外部危機 跟各位報告 從歷史以來看 通常呢 先內亂而崩於外患 這我最喜歡提的例子就是南宋 南宋仗打到最後 連 這個蒙哥大喊 蒙古大喊都可以打死在釣魚三層下 但圍堵擋不住的就是南宋四大全城最後一個假釋道的違法 這個無違背作歹 摧毀南宋 最後南宋崩得很慘是怎樣 直接開城投降啊 他開城投降的時候前線的人還在打仗 還沒投降 釣魚三層還在啊 OK好 他現在最大的內亂呢 就延續我們上一part所講了 這個叫做 大家還記得嗎 我相信我去選前 我也是在大報告講 我說啊 武功vs冷功之戰 不知道這個 稍差有沒有印象 武功是哪個武功呢 媽功 妻功 妹功 三功 狼功 簡單 媽媽功 這個太太功 妹妹功 三三功 跟戰狼功 這武功呢 武功之戰 對決哪一個功 對決冷功 被打入冷功的叫做 我剛才說的 無法離婚的原配 所以蔡壁如連柯文哲來 一句話不能跟他講 等柯文哲要走 他要上車 柯文哲說你幹嘛 剛才不是說 發生什麼事 他不上車是不是根本沒有對話的窗口 沒有錯 因為現在柯文哲身邊都是誰的眼線 所以 無法刪除的 三三 所以三三不僅不會被刪除還會重用 因為現在柯三已經一體化了 柯文哲確實在選後對黃三三頗有為恥 可是問題偏偏你選前綁定太深 你刪不掉 戰狼也是啊 戰狼其實在選後之後是被他冷凍的 第一件事是什麼懲罰大家知道嗎 把他的臉書全線拔掉 所以就出去了 當時有一批的自媒體 大家知道柯文哲有一批的 青柯 或這個所謂的小草自媒體 我們解釋草莓好了 這些草莓呢 事實上在選後有很多都斷連了 因為你要拿柯文哲的東西你要授權嘛 包括當時有XX王 那個也是我好朋友 他拿了很多柯文哲而且還發了很多獨家 包路啊 秀齒啊什麼的 那個都是戰狼去牽線的 但是選後的時候他們在問的時候 戰狼直接說 抱歉了 因為我現在已經離開那個位置了 所以授權要重來 所以很多人就斷線了一段時間 那你也可以看到XX王 有一段時間突然冷了一段時間 OK 所以我講的都是有具體實證的 我不怕他們來告 這個簡單來講是這樣 好那這個才是他的真正的危機 因為他的內部的混亂 到現在為止是依然 混亂不止 這個叫做選舉內鬥的一序 因為我們最後去查那個帳 藍的綠的 大家都在罵 說他們帳目不清什麼不清 但有一件事情 至少他們給候選人很輕 很清楚嘛 給了多少給了多少 是有斗內的 柯文哲的選舉經費遠高於國民黨 雖然柯文哲騙 罵說國民黨 民進黨是騙子 但不管怎樣 他的經費是沒有給地方 而這件事情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當時 蔡壁如成立了兩個競選總部 一個競選總部發兩箱 大面子 而且呢 他們也沒派人來幫忙發 還是蔡壁如的志工們 使命的在街頭上一直發 我想這個我們都討論過 幫大家串聯一下記憶 所以這樣的一個對決的模式 也就是為什麼蔡壁如最後是只能用K 擠上去車子上 他沒有辦法嗎 因為他不知道跟柯文哲講什麼 有什麼機會可以講 那他有很多話想跟柯文哲講 其實壁如姐的心態我知道了 我依然愛著你 但你也不愛我 我也知道你不愛我 所以很困難的點就在於 柯文哲的心已經走了 所以他才問說你的初心還在嗎 如果你還是當年跟我在地下室 奮鬥的那個柯文哲的話 沒關係 縱使面前洪水猛獸 我蔡壁如也是雙手一擋 這個干擾徒弟 在所不惜 所以MG19的時候蔡壁如把帳 全部貼在那上面 那是蔡壁如 想出來的招式 全部人都知道 可是為什麼今天柯文哲呢 要把帳貼出來 其實不要說別的 一直到2020年的時候 柯文哲選舉還是把帳全部都貼出來的 你掃個QR Code 小草的QR Code 一掃進去 全部都知道 今天的帳那麼複雜 每天派館長啊 各路的草莓的這個側翼啊 或者是各種小草在路上 罵街罵名嘴罵媒體各種罵 然後說名嘴每天沒事幹嗎 為什麼不去討論民進黨呢 不去討論別的 有啊 那個 我看巧新去討論 陳忠彥啊 沒人要看啊 連巧新都點不起的流量 還有誰點得起來呢 對吧 所以問題就在於說 你今天前案未清 後事整來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那你既然以前可以公告 那我為什麼現在不公告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寫了一篇臉書 我就公開的呼籲說 你應該柯文哲 趕快把你的帳目給公告出來 來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就寫了一篇 我這突然有感而發啦 我說 查賬不難金流而已 因為我再跟大家講一次 只有收支賬 收支賬只要對金流跟對單據就結束了 所以柯只要把存責公開 公眾對完 確定沒有前進私人口袋 沒事了 因為這本來就只有行政法嘛 而且呢大選收支 本來就是已經公告 你現在那些不就公告了嗎 金流對上 單據對上 Game Over 市叉毛滾去 旁邊兩塊去了 市叉毛還可以幹嘛 沒用嘛 市叉毛所做的事情 在我們做這個學會 在會計場上混過的人來看 他所質疑的每一個點都非常的小學生 可是你竟然被市叉毛這種小學生給打敗 所以今天其實 我再說一次 外患再強 都不及內亂嚴重 柯文哲最大的問題是他沒有辦法平衡 原配 跟武功之間的關係 冷共跟武功你要想辦法去平衡 你用人一定要改變 否則的話你這個選舉內鬥一續你始終 是解決不了的 不要讓人家覺得你是個被寵壞的兒子 我們都不想被五雷轟頂 謝謝柯媽媽 我想要補充一下 因為我去年跟碧如姐 敗過很多場票 所以我了解他的心酸 我覺得他們不是什麼內鬥 他們叫做 冷公派跟冷氣派 真的 不管是碧如或晚會 他們是這樣一步一腳運在地方敗 結果沒有人沒有錢沒有資源 可是他們還是一樣很努力的在幫柯文哲 一張一張票的這樣在那邊爭取 可是黃珊珊結果被發現說 他只要在辦公室吹冷氣 然後錢這樣子大手大腳的花 最後還弄得不乾不淨的 然後就有立委可以做 那現在還好意思讓他當善後 柯文哲說他尊重中平會的獨立運作 可是他又出來說我要給他善後 不可以讓人一次就走 這不是已經是暗示了嗎 他每次都說 那這是下面公務員做的 這是都委會的共識決 那這是中平會獨立 然後明明又在那邊說 我告訴你我是老闆 你怎麼知道我的意思是什麼 這我覺得這個是太嚇了 我覺得冷公派跟冷氣派 就是現在柯文哲身邊的兩種人 感謝正銘響的 加入我們的會員 他說他支持淑惠議員 最後一點時間董哥請補充 因為柯文哲今天說法也說 不用跟著名嘴起舞 台北市政府在我任內 公開透明啦 最驕傲的一件事情就是 連同會議紀錄 99.85公文 都是有電子檔 我們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就已經是電子化了 柯文哲最喜歡 講別人怎麼樣 大家記得 2014年他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敬年總部的總幹事 是姚立林 那有人質疑 他們的財務的時候 他們馬上開記者會 背面寫四個字 正大光明 雍正怎麼當皇帝的 後面就叫正大光明 然後講一講 2018年 姚立林去幫 民進黨提名的姚文志 然後他 他就撿擠 他說我當總幹事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來一張收記 上面寫五百萬 要我簽字 他最後只要簽 可是後來監察院有沒有查 2018年到現在有沒有查 沒有查 2018年姚立林的太太正在當監委 也都沒有查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柯文哲 他現在還小興心態 今天謝謝收看 我要推薦給大家一項新產品 是我非常喜歡的 在最近中天 推出的新品牌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他擦了之後呢 除了可以緩解 日曬之後的不適 最重要是可以作為 日常的肌膚保養 所以您只要看完 接下來影片之後 就可以清楚了解到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它的功能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蕙協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 酷拉索蘆蕙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蕙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 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蕙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 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